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啊 今天FB Live 的时间 让我开个节目先 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非常丰富 都是围绕着无谓的东西 几样东西 亚里 京东 经济数据 中国货币数据 我怕我不记得 因为星期三没有做节目 所以说中国货币政策的数据 然后就是李先生 李先生的儿子就说话了 好 首先说什么都没用的 因为你们这群粉腸都没开户 所以我就用尽关系 满车边 整个华盛的开户优惠过里坦 华盛和华盛 华盛 因为你知道我们RF和华盛 真的结拜 滴血 烧了黄纸 所以他一有开户优惠 就一定会醒我们 你说不是啊 其他台都有开户优惠 我们的开户优惠是最优惠的 包括什么 包括首先整理一句 何佳捷何言 开户要及时 华盛特选优惠何佳捷 开户要及时 即送可提现的 100元美金的交易现金券 可以交易美股 美国的期权 港股无限免佣 30日港股Level1串流行程 不断串流的 美股期权买卖180日免佣 额度卡 60日期货无上限免佣 无上限60日任你找 无存取的要求 交易任你玩 开心交易 交易得多就赢得多 有我们的祝福 有华盛的apps 记住开户 下面的连续 按进去开户 优惠 一声来 好 说回市 大家都知道 昨晚美股很厉害 因为美股很厉害 连芯片都抽上去 芯片抽上去 日本升了千多点 台湾升了四百多点 厉害到不得了 上星期拆仓 今个星期 都升了 拆完楼 又升了 下个星期不知道会不会拆楼 先说外围经济数据 美国经济数据 CPI 就低于3 鲍威尔说去到2 就是2 CPI跌低于3 那PCE可以不可以 就越低于PCE 如果越低于PCE 都是英俊 整个格局基本上都齐 我之前 我礼拜二都说 现在美国不是看通胀 是看就业 就业的数据 其实都飘的 一时又说可以 因为美国有很多就业数据 很多类似的数据 失业救济金 失业率 那些很多 其实美国真的在失业数字里面 看到有些初步衰退 没得抵賴 没得拗 但是衰退 我也是那个说法 美国的衰退就是 你完了才知道他衰退 你不是衰退到 几亿的美国人都敢同身手 有些人会看到衰退 是感受到的 有些人是感受不到 大部分人都没感受到 但是在数据上 或者在symptom上 其实美国正在衰退 但是美国正在衰退 只是会令到美股出现一件事 就是跌了下来 升上去 就上不回上次的高位 所以你把道指抹下去 其实今早做节目都说了 其实你抹回道指 那道指 我找到道指出来 道指 道指 好 come on baby come on 道指 咦 baby 找回日线图 是的 那是短期的 那就这个 先看看 哎呀 好烦 这个会麻烦 OK 这是几月几日 这个 对上一次 没有几月几日 7月十几日 那高位就是41672 41672 接着呢 就去到8月头 那高位呢 41672 那高位呢 412多 就是差400多500点 那昨天呢 又踢了个高出来 就是跌了高 跌了 那个呢 就是40755 都是同上次 大概500点左右的 那就是说呢 他这几个月呢 高高高 三个高呢 每个高的距离呢 就是500点左右的 那所以你道指的话呢 其实呢 我又觉得呢 你可以大胆一点 下个星期 抹回去呢 抹回去 四万点这个位 就是抹回去四万点 就是跌五百点 那样的 但是你说 喂 道指看的图 真是好 很适合 很适合 但是我觉得呢 纳指还适合 纳指呢 昨天就很激烈 一只NVIDIA 都不让你沽 就是不用想 多少钱沽 排他118 119 120 一想都不用想 一爆就爆了上去了 你沽什么鬼呢 是不是 就是哪个市场 都不让你沽 你想沽都不让你沽 我硬要夹到你几口夹 所以问题就是呢 我觉得纳指 因为一只NVIDIA 升上去 接着Tesla Apple Meta Amazon 接着到TSM 接着整堆 美国芯片 一只NVIDIA 就抽了整家上去 不是抽自己的家 抽了对面的陈太太 就是日本 那边的陈太太 也抽了 接着也抽了台湾 整堆都抽上去 我觉得这一刻实在太激了 所以呢 道指其实这些位置 做个淡仓 看五百点 看四万点 我觉得非常make sense 更加make sense 基本上非常有冲动 就是纳指 就是这些位置 做个淡仓 那些淡仓 我觉得都very ok 所以你说 美国的数据 好像不用减那么多 是开心的 不用减那么多 通胀压力又不是太大 但是整个volatility 两三个星期则 这么厉害的话 十个牛皮 九个淡 一个美股一剩下来 就开始走一条小型的下降轨 那里不是说很急跌 你不是说 孤立指是否看跌三千点四千点 不是 可能是三百点左右 四百点左右 道指是五百点左右 你看这些位置 就试一试了 ok 你说我不要 你美股很强 我避开了 完全是无所谓的 释除尊便 但是看图呢 两边我觉得都要估 不是说美股要倒 美金要散 美债破产 美国要淪陷 绝对不是 那些 只是一个浪 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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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顶都低 那一个顶 道指的话 那个顶的 spread大概是四百至五百点 都是这样看的 ok 没有其他什么因素了 其他的fundamental因素 最主要就是围绕着 那个相当比较飘忽的一个 的就业数据 ok 那 沽 沽道指 就是看淡道指 沽这个纳指 另外的 昨天这个 日明讲 我先看看 10年美国债息 叫人sort 10年美国债息 昨天3.8 3.8 那如果你sort了 10年美国债息 即是短的话 今天3.9 你有肉食 不算多 但也有肉食 但是以现在我想 Jackson Hole出来 鲍威尔应该就说 我会减息的了 听到了 知道 不过不会减很多 9月减1.25 让你开心一下就算了 那个10年美国债息 随时会夹上四厘 所以你sort 美国债券是对的 三样东西你可以试一下 那 好了 到中国经济数据 因为是星期三 出了星期三 没有节目 我回了深圳 所以先说一下 中国出了一堆的经济数据 最主要是货币政策的数据 M2 M1 M0 社用 贷款 那我不逐个数据 我说了 你都不知道我说什么 你也没有什么兴趣听 我本来都不是很想说 不过都是这么说 跟一年前的 其他点 跟年几前我说的点 一模一样 整个贷款就靠这个票据 那就是充差场面 那如果没有了票据 你试一下 12个月前 18个月前 中国这堆的数据 你奸了个票据走 奸了个票据走的话 全部的数据 就完全是吓死人的 跌到 另一个点 就是 都是一样 跟18个月前一样 居民贷款 和企业贷款 仍然是疲弱的 那贷款呢 全部就走了 但是政府的贷款 通常是上半年 下半年就开始收费 所以下半年 这堆数据 都是肉肉酸酸的 除非居民贷款 和企业贷款 都拉了上去 第三件事 最重要 就是昨天 一鸣基人说了 M1 跌到价格 跌6点多 那在M0那里 其实M0很稳定 全世界都很稳定 你不会突然之间 在败一张张的银子里面 突然之间多了很多 也不会一张张的银子 突然之间 少了很多 所以那个商道是稳定 那M1跌了这么多 主要是企业存款 就价格 跌到很厉害 所以昨天英文日报 一名惊人说 你看回政府统计处出来的 很多的营收都是增加的 很多公司的营收都是增加 但是你营收增加 你有什么理由M1会这样跌呢 你营收当然是先到银行那里 那为什么你会跌呢 你的M1 解释其实就不是很多个 哪个对哪个不对 其中一个比较顺服的解释 就是很多营收 民企的营收 全部都是收到的 不是现兜兜收回来的 不是现兜兜收回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的 那跟M1有什么关系呢 你真的买了些东西 收了些钱 放到银行 那你买了些东西 你收不到钱的 你放一条帽子在银行 那所以你营收是增加的 但是M1竟然是跌了 跌了6点多个百分比 很厉害的 那所以就跟着那些公司 我做了生意 但是收不到钱 我都要出粮 那在银行拿钱出粮 那所以M1就跌了下来 那所以就 亦都是跟今年年头 就是去年年底 说今年中国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去库存就是一样 就去库存一样 两体 就是你说对面 是不是不给钱你 又未必是的 对面又不一定是他不够钱给你的 不过我是要去库存 我的货你先拿着去 先拿着去 先拿着去 你先拿着去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三个月后 你卖到钱的 你才给我 卖不到的整个货 都退回给我 不所谓的大家是兄弟 我想很多民企 就转成这样的做法 我说工业类 你不要跟我说那些 买首领柠檬茶 那些是收钱的 那些是不算的 不是这个论文里面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谁告诉你 谁跟你说 如果现在的中国经济好 未来好得的话 要么他就低能 要么他就觉得你低能 事但一边是低能的了 就是轻度弱智去骗那些 不知道不程度的弱智 那些演唱会票一样 一模一样的 中国经济不行 真的不行 那你博港股呢 我也是说 港股的 你当然 你沽就沽纳子 沽就沽道子 沽就沽日股 日股不要沽 日股就上回365了 下个位置 我上个星期计的位置 是384 那我们看看 365很轻松穿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384 现在379 384 还有几百点 那我们看看 因为美股 我觉得不是急跌 美股急跌一定拖日股 但是 如果美股慢慢跌的话 但是芯片股受得住 日股还有机会涨 看着384 上次高位42,43 他应该看不到 384也有些可能 OK 另外就是港股 昨天阿诚哥 阿诚哥的儿子 阿Victor 出来说话 我觉得说得很对 谁长远看死香港的 都是死的 都是错的 对的 所以我们长远 是绝对支持香港精神 绝对支持香港精神 但是 我当然不会长远看死香港 但是短线的 肯定是扑爆它 肯定是看香港的 短线 短线而已 扑完街 你就升回 到时才算 但是短线 说过的 都是一半半 真是一半半 你看到今天 先说了阿里的业绩 阿里的业绩 先 如果你是猪刀谷的话 你真的有福 年多前 已经是批评到 今天 阿里的业绩 我不 Apple to Apple 比较 阿里和腾讯的业绩 其实就没得比较 其实两家公司是不同的业务 不过以前 ATM ATM 簡單 又是平台经济 总之你 盈利增长30% 你就32% 你就比较职 其实不应该比较 两家公司 这几年 认识的平台经济 已经认识分开 他做这一份 他专门做那一份 中间有交集的 AI 云 有交集的支付 但主营那边 其实两边 不应该是Apple to Apple 比较 Anyway 腾讯出了业绩 接着到阿里巴巴 显得阿里巴巴的业绩 是不漂亮的 确实阿里巴巴的业绩 都不是漂亮的 就是刚刚 昨天出过业绩 都不是漂亮的 我说过腾讯的业绩 就是说 就是说 我礼拜三 所以我礼拜三没有做节目 我差点忘记了 我常常都混乱节目 说了些什么 那腾讯的业绩 显示到 就是他 我先说腾讯的业绩 他掌控反垄断之后 就是对自己的行动 反垄断之后 我说 腾讯 你爸爸那些 当然是躺平 你做大就反垄断 你做小又被人骂 你M&A 又说你无罪抗张 那当然什么都不做 当然是躺平 刚刚那一截 腾讯的业绩 就告诉他 他应该 睡醒了 抹大了眼睛 不再活在反垄断的阴挨当中 所以你看到 腾讯三范业务 这个手游 这个广告 和金融科技 他的毛利都拉上去 腾讯过了几年 尤其是手游 更加不敢 不敢抽毛利上去 一抽上去就无罪抗张 再抽就是反垄断 那你全部都是抄家 那既然如此 我的解是什么都不搞 所以今次 他这三范业务 同时间把毛利拉闊的话 即是说 他开始抹大眼睛 都是躺平的 不过抹大了眼睛 躺平那只 但是美中不足 就是他 腾讯没有做一些 很令人刮目相看的东西 派息就是了 你不派钱 当然腾讯说 我一向都不派中期息 那你可以破格的嘛 腾讯 那你又没有派股 你以前都派过京东 派过美团 这次有没有派 你没有 不是说 志在你那些小恩小惠 腾讯 你是要 不是这些东西 不是说给 香港或者北水投资者 你是说给外资 你要他们进回来 买你的东西 你只是告诉他们 我躺平原了 我现在瞎大眼睛 不够力的 你一定要 有一样东西 告诉他们 过来 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 腾讯 是连回来的 你钱过来 那你一定要给他们 你是给不到他们 但是 腾讯的业绩 是不差的 是告诉你 他抹大了眼睛 但未去拆牙 未去洗脸 抹大了眼睛 所以有得憧憬一下 腾讯 但是真的要长线 以及要看一个政策 你说 不怕反垄断 他又反垄断 你又要害怕 那些 相对之下 差不多一年多前 我说阿里巴巴那次 完全应验了 阿里巴巴都是拿回掌控力 但是 两个因素 第一 还在生气 我做得如日方中 螞蟻各样东西 做到世界之名 你一下子按下来 你以为现在又要我弹起 我不玩了 有的东西我继续做 没有的东西我不会做 不会做大 也不会做小 自然躺平那种 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就是我之前说的 你现在整队球 整队阿里巴巴的球 自从蔡崇逊上了一场之后 很明显的是蔡崇逊 上了一场之后 他是后卫脚 他是打后卫 他很积极的 在自己的半场里 传来传去又射球 很积极 但是你赢不到球 因为你是打后卫 阿里巴巴就是了 没有前锋 整份业绩告诉他 没有前锋 没有临门一脚 腾讯就有前锋 有中场 所以腾讯可以拉 那个毛利上去 阿里巴巴做不到 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前锋 没有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 去拉那个毛利上去 这件事就是阿里巴巴的问题 所以他业绩 你说数字上面 不理想 但是我觉得阿里巴巴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缺乏一个前锋 张勇和 其实张勇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定是马云 马云太charm 没办法 张勇走过来 都叫好 因为马云要周游列国 但是张勇都走过去 蔡宋信 在这份业绩里面 绝对不是那只鸟 所以九个八八 你觉得他的数字不好 又可以有一大道理 你觉得他好 又有大盘道理 好 那第三个业绩就9618 就是京东 这个就真是惊喜了 这个真是真是惊喜 你估不论 他出来的业绩 有没有水分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不要紧 除你喜欢 但是你信的话 他的业绩真的好 而且是无声无息地好 所以有人不信 你想想 过两三个礼拜前 还说中国拿三千亿出来 什么东西加电下香 好 就算你说家电下香 已旧换身 什么东西 未必是很受惠到的 到最后 但是京东的估计 那时候完全是不会动的 是废的 一条柴 那我就说你废柴 京东穿了一百元 抵你死了 想不到这么无声无息的 整个这么漂亮的业绩 这些是很奇怪的 说真的 这些平台经济的东西 应该你数到非的业绩 逐个月跟你数 数到 突然之间 觉得你不行了 业绩 什么旧换身股价都升不起 你这些是混蛋了 突然出个业绩就可以了 有点奇怪 有人信有人不信 各样 不过股价今天升到8.9% 这些全部都不是追的了 阿里巴巴9988 今天见过79.8 未见到80元 即是说 这段时间都经常叫人买阿里巴巴 即是说5月23日 那个列口位 那个列口位的顶就破了 79.4 那个列口位的底 79.4破了 顶就82.68 你现在买阿里巴巴 其实我已经迟了 不过你都要买的话 要看着5月23日 5月23日的列口位 你看是保不保得 保得是82.82 挺爽的 保不得是有少少行人止步的 所以这些位你买不买就OK了 你自己想了 那7.00的话 其实业绩前 这两天升上去都没回到位 那里380元 其实都没回到 有少少落后 99.88 就标一标 这个业绩 但是我觉得99.88的业绩 走得远 这个股价 你说走上100元 这个业绩真的不够 你没有前锋 你后卫打到 什么人都进不了你的球 你都赢不到 你最多是0比0 你真的没有前锋 真的没有前锋 阿里八八怎么办 那几个业绩 这次是阿里云 最厉害就是阿里云 但阿里云已经 云业务已经 不计纳不值钱 没有就不行 有又赚不到钱 就是这样 阿里云 所以呢 我觉得下个星期可能 经过上个星期拆仓 今个星期建仓 可能下个星期又拆少少仓 都不定 因为本身的Yen 就是Dala Yen 说Dala Yen 上回149 147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昨天都是147 都存不到 今天是149 因为 美国出了个通胀数据 显示到它加息 又不用加得那么激烈 所以呢 那个息差还在 Yen和美金的息差在 所以还在 咦咦 咦咦 可以多借一些便宜 然后买股票 又重复 然后又说 哎呀 这些Yen 美国可能会加多点息 日本 哎呀 看到现在没什么 升上去 日本央行瘋的 日本央行又会加息 美国又不是减很多息 日本又加息 拆仓 不计 随时下个星期 再下个星期又跑出来拆仓 然后 个个就好像痴瘡发作 咦咦咦咦咦咦 所以我觉得 港股这些位 你可以看看175 174 其实到了那些位 175 那些位 但我有兴趣 放下些纳子 免责声明 RECA Finance 揭力提供准确资讯 为不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 而令各项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定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 本公司 概不负责 同时 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 任何不伦种类或认识之身术 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概与RECA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 RECA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熟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场